5點19分 來看天氣 我是吳宣童 今天北部地區天氣 還算是滿穩定的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因為有系統相對比較靠近 所以降雨機率會提高 但是今天還不是 雨最明顯的時候 而是到了明天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天氣 大致上來講 溫度還是高的 但是高溫35度 沒有極端高溫的出現 今天最熱的地方 出現在新北三峽 36.8度 為什麼沒有那麼那麼的熱 像是前一個禮拜 有來到38 39 最主要是系統靠近 帶了一點北風下來 它算是比較涼一點點的空氣 所以就不會到特別特別的熱 所以我們帶大家來看的是 明天的天氣 明天依舊是這系統 逐漸的靠近過程當中 所以溫度還是一樣 北部地區不見得 會有極端高溫的出現 但是中南部地區 因為還是有五後雷震雨 在中午之前 溫度還是比較高的 而在降雨的部分 五後雷震雨是集中在中南部 但是北部地區可能明天一整天 都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震雨 因為系統逐漸靠近 並且要通過當中 而在各地的溫度 是介於大概32到34 35度之間 再來我們看到 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大致禮拜二 這個系統影響就是這一天 最明顯 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它就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遠 並且要消散當中 所以水氣 北中南各地都會逐漸地趨緩 但是開始又會比較偏向 在中午的五後雷震雨 而在東風的部分 迎風面地區 可能還是會有間歇性的震雨 因為到時候是吹的是東風 東風在沿海地區 雨可能會來得比較多 但是禮拜三還是緩的 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和中南部地區的雨 會變得更加的明顯一點點 最後我們要來做一個 重點上面的整理 大致上來講 禮拜二的這系統 影響就只有這一天 到了禮拜三之後 水氣北部就減緩了 中南部地區 還是有五後雷震雨 有時候這五後雷震雨發起來 還是短延時的強降雨機率很高 所以還是要注意前往山區的話 要特別注意有沒有土石流 或者是溪水暴漲等等的狀況 而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開始吹東風 所以東半部地區降雨機率 又會再度的慢慢提高 尤其到禮拜六 禮拜日甚至會一直延續下去 至於有沒有颱風呢 目前還是颱風季 所以我們持續為大家來做追蹤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